散步 午饭后,小豆豆和大家在校园里蹦蹦跳跳地玩了一会儿 回到电车教室后,女老师对大家说 同学们今天学习得很努力,下午想干什么呢? 还没等小豆豆想,嗯,我想干什么呢? 大家早已经一口同声地说,散步 于是老师说,好啊,那么走吧 说着,老师站了起来 小学生们赶紧打开车门,穿上鞋子,飞跑了出去 小豆豆虽然和爸爸还有牧羊犬洛基一起散过步 但是,从来不知道在学校里也可以出去散步 不由得吃了一惊 不过,散步本来就是小豆豆特别喜欢的 所以,他也慌忙穿上鞋子 后来小豆豆才知道,老师在早晨第一节课的时候 把一天里要学习的知识全部写在黑板上 如果大家都非常努力 上午就能把一天的学习计划都完成了的话 那么,下午一般就可以去散步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 出了校门后,女老师走在中间 九名一年级的小学生沿着小河边走着 小河的两岸生长着成牌的高大樱花树 就在不久前,樱花刚刚怒放过 现在,事也所及,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如今,这条小河已经被填上了 自由之秋一带挤满了住宅和商店 但在当时,这里还几乎都是田野 我们是要去九品佛散步 穿着小兔子图案连衣裙的女孩说 女孩的名字叫朔子 朔子告诉小豆豆好多事情 像,以前在九品佛的水池边上看到过蛇了 九品佛的庙里有一口古井 曾经有流星落在井里了之类 小学生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一边向前走着 天空蓝蓝的 许许多多美丽的蝴蝶翩翩地飞舞着 大约走了十分钟 女老师停下了脚步 指着黄色的油菜花 问 这是油菜花 油菜为什么要开花呢 大家知道吗 接着 老师讲起了雄蕊和雌蕊的知识 小学生们都蹲到了路上 观察油菜花 老师告诉大家 蝴蝶也在帮助花儿开放 确实 蝴蝶们都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真像是在给花朵帮忙呢 然后 老师又向前走去 小学生们也结束了观察 站起身来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雄蕊和红眼睛不一样吧 小豆豆心想 大概不一样吧 但也不太确定 不过 雌蕊和雄蕊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明白了 又走了大约十分钟 这回看到了一片茂密的小树林 那就是九品佛的寺庙所在了 进了寺庙之后 大家叽叽喳喳地向自己喜欢的地方跑去 瘦子说 我们去看有流星的井吧 小豆豆嗡了一声 就跟在瘦子的身后跑过去了 说是一口井 但实际上 有他们俩的胸口那么高 好像是用石头砌成的 还有一个木头做的井盖 两人拿下井盖 向下面望去 只见漆黑一片 实际睁大眼睛看去 只见到模模糊糊的一大块东西 也不知道是混凝土块还是石块 小豆豆想象中的闪闪发亮的星星 却怎么也看不到 小豆豆把头钻到井里 过了好一会儿 才抬起头来 问瘦子 你见过星星吗 瘦子摇摇头 一次也没有 小豆豆思索起来 为什么不发光呢 想了一会儿 说 这会儿也许星星睡着了吧 瘦子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 星星也睡觉吗 小豆豆也不太有把握 飞快地说道 我想 也许星星是白天睡觉 晚上起床 亮闪闪地发光的吧 然后 大家一起看了哼哈二将的塑像 对着塑像的肚子笑个不停 而在昏暗的佛堂中 大佛的塑像却有点吓人 大家这么想着 偷偷地看了几眼 然后 把脚放在留着天狗的大脚印的石头上 比较一下自己的脚和天狗的脚 在池边转悠的时候 大家冲着池里小船上的人喊 你好 在墓地的周围 大家捡起圆溜溜的黑色卵石 踢着玩跳方格的游戏 玩啊玩 大家差不多玩得心满意足了 特别是小豆豆 第一次出来散步 非常兴奋 每当有什么新发现 就会发出惊喜的叫声 春日的太阳 已经有点西斜了 老师说 我们回去吧 于是 大家又走过油菜花和樱花树之间的小路 向学校走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 散步的时间是自由的 是可以尽情玩耍的时间 但实际上 散步时间却是可以学习理科 历史 生物等知识的宝贵时间 这一点 孩子们还没有觉察到 小豆豆已经完全和大家成了朋友 感觉就像以前 一直在一起的老朋友似的 所以 在回去的路上 小豆豆向大家大声提议说 明天我们还来散步吧 孩子们都兴奋地跳起来 一口同声地说 就这么说定了 蝴蝶仍然是忙忙碌碌的样子 远远近近都传来鸟儿 鸟儿的歌唱声 小豆豆的心里被喜悦塞得满满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